20万而神秘消失 还是如珊珊所怀疑的 是母亲为阻挠她们的恋情 而编造了谎言 消失了一年的临川 会出现到舞台 回到珊珊的身边吗 真相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她男朋友会不会来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来到了现场 是你不清楚的情况下 你妈妈来到了现场 我们来跟妈妈聊一聊吧 好吧 来 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您干嘛戴着墨镜呢 我因为是做生意的 我在生意场上有很多的朋友 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 但你这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因为我不喜欢我女儿交的男朋友 你女儿把她夸得像花似的 你怎么那么不喜欢 她觉得给她丢人了 因为他们家的条件 和我们家的条件非常非常的不般配 所以我就不同意 我一直反对他们俩的来往 我特别想再问一下大姐 林川拿了那二十万吗 对 他拿了我的二十万 不可能 因为你出差以后 我先给她约出来了 我说我给你二十万 你跟她分手 她跟我说 她说阿姨 我不会跟珍珍分手的 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约我出来 她说阿姨 你给我二十万 我跟珍珍分手 从此以后再也不打扰她了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妈 那我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找她 肯定是你逼走她的 从一开始你就反对我们在一起 珍珍 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 你知道吗 你们光有感情有什么用啊 你妈妈成天为忙 为了为这个家忙 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吗 有钱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俩在一起开心 我们俩在一起快乐就好 你每次都是钱人情 你就是这样 你有点骗子 我不想让你到他们家 就背负着家庭负担 我可以跟她一起努力 那我问一下 那您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女儿跟珍珍分手以后 一年多了 把工作也辞了 成年关在自己屋里 抽烟 喝酒 有一次她开一枚器 她要自杀 幸亏那次我回了几时 我真不放心她 您今天来是要把她带走吗 我今天就是想把她带走 不让她跟在这儿 跟珍珍见面 那您的意思是 不希望凌川今天出来是吧 因为她拿了我们家的钱 所以我不想再让女儿 再跟她继续来往了 你们在这儿炸炸呼呼 把你们家说的好像是皇庭贵族 皇庭贵族又怎么样呢 你天天吃的饭不跟我们一样 你住房子不是住一间 你走了 你最后不就一小盒子 你能有多牛啊 您有您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的做法 我有我爱女儿的想法 所以我是对我的女儿好 我才这么去做的 现在不是我强加您的想法 我不能听任何人对我的指责 这样啊苏大姐 虽然我刚才跟你在价值观上 有了一些分歧 但是你对于女儿的关爱 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好吗 你商务造 在第二现场先平静一下 好吗 好 谢谢主持人 来把第二现场给我关了 女儿的幸福是妈妈最关心的事 这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也不问我 我我幸不幸福 我开不开心 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 你开门戏干什么 你抽烟酗酒干什么呢 可是我找不着她呀 你找不着 你不能干 退散自己的事啊 你说呢 对吧 这方面我是支持母亲的啊 林川虽然是你的挚爱 那母亲不也是你的母亲吗 行吧 妈妈不管反对不反对 也已经来到现场了 接下来我们来开门了 把你的眼泪擦干净 准备好 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林川没有来到现场 接下来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 因为我这一年真的过得 很难过 但是我不会放弃 我还是会找她 我一定要找到她 问出真相 问出她跟我妈妈之间的秘密 如果她今天来说 她真拿了那二十万 不会的 我相信她 她不是这样的人 她如果真拿了呢 或许是家里面有困难呢 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 她迫不得已 需要这二十万呢 那我可以理解她呀 她是有困难 她才拿的 我能够去包容她 你跟她分开有一年了吧 她有没有可能爱上别人 不会的 我不相信她有了别人 好吧 该问的问题我都问了 希望你做好准备 面临门后面 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亲爱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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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客户铭心 并没那么重要 只想在订单中 体会爱的 你好 你好 你就是传说中的林川 你知道这一年当中 它发生了什么 不太清楚 你为什么没有任何解释 你就走 一针不坑 你知道我这一年怎么过来了 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吗 我承认我当时走 可能有点冲动 我承认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当然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之前做的选择是对的 我们之间挑衅差距太大了 我不肯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相处两年都很好啊 你不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吗 你身上穿的都名牌衣服 我全身上一套下也就几十块 我可以跟你一样穿几十块钱的衣服啊 我可以跟你一起几公斤 要去上班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珊珊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过去是这样啊 过去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拿着吃 这种 这种 卫生纸的传递是个漠然的行为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今天来 干什么 主要有两个目的吧 第一个想澄清一个事实 因为我不想背着一个二十万的黑锅 说吧 当时珊珊出餐 还没有几天 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 我就奇怪 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 因为我平常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 当然我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妈妈拿出两样东西 她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 然后就可以拿走二十万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不肯拿钱来侮辱自己 所以我觉得离开 当时离开是最好办法 她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 你又拿了那二十万吗 没有 一毛钱都拿过 没拿过 先掌声鼓励一下 我就知道你不关系 好哥们啊 好爷们 第二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珊珊 想来帮助她 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吧 她的阴影就是你嘛 所以我想让她放弃过去 我最后再问一个最重关键的问题 这一年 你有女朋友 我确实交个女朋友 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半年后在一起 我不相信 你肯定是怕我妈妈再阻止我们 我妈妈今天来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她肯定会同意了 她不会再阻止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嘛 你妈妈说在第二线上有话要说 而且特别激动 告诉我们颠导 来我们看看你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来 珊珊 她不可能有女朋友了 我刚才在一起两年了 我不知道吧 我也不信 但是话说来 让她把女朋友带上来 让她们再转开 好比计